这本攻击线爆发的口题 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呢 扑杀的猪肢跟牛肢 已经有11万4千头了 对老涛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高档的松板牛肉呢 超过四成 就是从攻击线 从小牛开始培育 现在正因为病毒肆虐 已经全部遭到了扑杀 铁板上的双跳牛肉 让人时时大动 超市一开门 大批民众疯狂抢购 因为这样的美味 短期内有可能缺货 因为超过四成的松板牛 是从攻击线引进小牛培育 现在当地却爆发了 让人闻之色变的口题疫 虽然攻击线紧急限制 感染口题疫的猪肢与牛肢 只能够留在方圆20公里内 不过疫情还是不断蔓延 除了攻击线 离经的鹿尔岛 也发现了疑似病例 目前只能在所有连外道路 设消毒站 亡羊补牢 更惨的是 攻击线55只肿牛 被杀到只剩6只 加上被扑杀的猪肢 农舍大畅空城记 农家士叫苦连天 专家抨击 日本政府反应慢半拍 是口题疫大爆发的主要原因 目前日本首相揪山 已经成立了对策本部 亲自坐镇指挥 虽然专家强调 人类不会感染口题疫病毒 不过日本肉品市场 短期内供需吃紧 恐怕已经无可避免 中文部报道